广东人的赚钱方式就是与众不同 烧烤店免费吃龙虾还送消费券 不仅不亏还让生意爆火 阿峰开了一家烧烤店 开张之前就打出广告 新店开业酬宾 举办吃龙虾挑战活动 凡是来店里吃烧烤的顾客 攒够五桌就可以参加挑战 五桌选出相等的人数 比如你这一桌有四个人 那其他四桌同样出四个人进行PK 在不能浪费的前提下 谁吃的小龙虾个数最多 谁就获得胜利 赢了的客户不仅本次消费免单 还奖励999块钱消费券 额外再送99瓶啤酒 剩余的四桌顾客 同样送99瓶啤酒 这种活动顾客们都觉得有意思 不但活跃了气氛 饭量大的还能耗老板的羊毛 就算输了还有99瓶啤酒 于是就有大量的顾客 提前在微信群里报名 这样阿峰就可以根据报名数量 精确的采购小龙虾 保证了食材新鲜 对于不愿意参加挑战的顾客 阿峰又接着搞了第二招 单手抓啤酒 抓到几瓶送几瓶 凡是将挑战过程拍成短视频 并且加上定位发到网上的 送一份特色烧烤 播放量超过1万送88元消费券 超过10万送888消费券 很多顾客来消费时 都会顺手参加 几个人一人抓一次 就相当于啤酒免费了 阿峰这招在网上造成了不小的热度 大量推送给了本地人 很多人慕名而来 而且阿峰还跟顾客说 有朋友愿意来玩的都可以叫来 同样可以参加活动 抓到的啤酒可以存在店里 什么时候来吃 什么时候送 我再送两份小菜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阿峰的烧烤店就彻底打响了名气 甚至成了当地网红的打卡店 这时候有朋友可能会想呢 免费吃小龙虾 还送啤酒和消费券 老板这不是赔本赚摇喝吗 其实阿峰做这些活动不但不亏 还有的赚呢 五桌顾客一桌免费 其实就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八折而已 送的消费券也是每次来消费 结账时抵扣20% 所有送的啤酒也是只能在店里喝 这样烧烤店就锁定了大量回头客 朋友聚会想吃烧烤时 肯定会想到 我在这家店还有多少消费券 有多少啤酒没喝 咱们一起去再抓他个50瓶啤酒 连老板嚎吐了 有人说这个叫阿峰的老板也没什么呀 不就是搞点促销活动吗 但各位老板要知道 现在是流量经济时代 同样做促销 做活动 有人做的风生水起 有人做的门口罗雀 差别在哪 就在于活动是否能吸引巨大流量 然后让出前端大家都看得见的利润 来拉个引流 再从后端不可见的地方 把让出去的钱赚回来